大家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它的影响力正在摔腿 其实这次的北京东 看得出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 大概就是这几个国家在发起这个外交抵制 然后所以其实你看到日本和其他很多的国家 还有包括韩国 还有甚至在东南亚 中东地区 亚非洲的一些国家 还有中南美洲 并没有像这个美国和五眼联盟 这里面的主要几个成员 这个是抵制的那么彻底 所以美国除了影响力衰退之外 还有你要把中国边缘化 你要让这个北京办冬奥变成一场闹剧 或者是笑话 似乎美国的这个 它的一个目的没有达到 而且美国你刚讲说 美国在进行这一连段抵制过程 他还挑这个北京冬奥2月4号开幕式的时候 故意去袭击ISIS的第二任领导人 但我们要讲就是他的三个 三个讲OBOL 这三个他就来乱嘛 Zither Harp 晓菇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